De la migración 是我们今天的illustration 都在这里了 同学们可能看到这个migration这个词 觉得好像有一点生疏和深奥的感觉 我们今天先来把它扒一扒这个词 然后大概知道我们接下来的内容需要涉及到什么 你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紧张了 我们先把这些感觉比较政治化的东西 我们的问题还是一样的 先来看一看这个migration 这个字 Migration OK 一问给你们 最初的 那些是最新的名字 或者是最新的名字 我们还是先做一个小的词 那些词 那些是最新的名字 或者是最新的名字 Essayons de construire un champ lexical 都拼得不错啊 要注意一下呢 这个immigration它是有两个m 那immigration它是有一个m 这个要注意到 非常好 我们还说到了installation installer这个动词 很好 相关的词呢 还有migre migre 好 那移动 好 那说到这儿呢 请同学们帮我翻译一下 migration这个词应该怎么 用中文应该怎么说 comment l'explicer 又 bien comment le traduire en chinois 又 bien en france français chinois français france com vous voulez 你会想到什么词 migration非常好啊 你们首先会想到的是 移民这个词 migration 好 也就是这个大家 我们在看见这个词的时候 都会首先想到移民 所以就会感觉 这课的主题 或者材料非常的难 但实际上 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 migration这个词 首先出来的意思 它应该不是移民 或者我们说的清明一点 非常好 叫做移居 移居 也就是再说的大白话一点 它应该翻译成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的移动 迁移 移动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刚才有同学说到了migre 是它的动词 还有installer 对吧 那你移啊移啊 终于定到了一个地方 叫做sinstaller sinstaller 一般用的是代词式动词 还有啊 同学们 我们还学过什么样的移动 或者 就是你们继续吧 刚才的那个 limo consente 继续 好 我就想跟同学们说一下 这个词 它其实就是移动的意思 你不用把它 就是紧紧地扣在移民的 那个帽子上 好 bouje 你们会想到这个 bouje bouje就是动起来 它是有种那个 跟静态对比的一种感觉 叫bouje 动起来 就是晃晃晃一晃跳舞啊 从起来走动走动的感觉 很好 莫莉还说到了一个叫做 expatrie expatrie 很好 这个我们在多新啊 那个blogger 就是博客博主 他是不是说到了 他是一个expaton expaton 他的形容词或者名词 叫做expatrie 就是动词 expatrie 他出来的啊 过来的 很好 然后yj 还说到了 mobility mobility 我开了PPT啊 as tool 加通证能看到吗 PPT 能看到的话打个1 行啊 那自己调一下啊 OK 好 我们继续 刚才还有同学说到了 so deplace 我觉得这个词特别的好 叫做deplace 你看deplace 这个词 它本来是不是就是一个plus 是一个自己的位置 而离开了这个位置 就到另外一个位置 有一个d的这个前坠啊 OK 好 mobility mobility 这个词 我们应该翻译成流动性 你可以 idility 的这个感觉 好 继续啊 看同学们说到的 exode 这个词呢 也挺好的啊 但是这个用的不是特别的多 比较高深了 同学们也可以记一下 exode 它是有一种 成旋的一句的感觉 它是有一种 更加多的 就是我们说的 mass mass 那个词啊 与一大批一大批的这种感觉 就exode 刚才这个 三三同学说的 exode 有一种 带着大部分的感觉 好 继续啊 我们刚才有 immigration emigration 的拼写 我就不在这写了 那我们再来一个 emigration的相关词 又有什么 就多了吧 immigration 相关的词 或者甚至是相同词 坠词根的词 是不是都能有一对 我们把这思路理一理啊 从migration这个词出发 有immigration emigration 那是不是相同的有 immigrant 还有 emigrant 这些都出来了 对吧 然后同学们肯定还会想到另外的 你们随便说啊 看你们想到什么 对 非常好 还有它的动词叫做 immigré immigré immigration 那emigré emigration emigrant 还有 还继续有 其实这几个词都是一起的 我们如果从动词说起的话 可能思路会更连贯一点啊 把墨里说的这个打过来 好 我们这样看啊 首先是immigré 对吧 然后是 诶 也打两遍 好 然后是immigré 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名词的 也叫做immigré 也叫做immigré 好 那我们immigrant 是从哪来的呢 也是从第一组动词 emigré来的 那它还有一个过去分词的形式 叫做emigré emigré 好 你看这几个组词 我们就已经有这么多了 好 我们先写啊 写完之后再细细地说它的区别 然后咱们的migration 是从哪来的呢 是从刚才有同学说到的 migré这个词来的 那有migré 也有migrant 还有migré 还有migration 是吧 都一块啊 ok 好 其实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migré 就是稍微把它 那个打个括号 因为它不是那么的重要 也不是那么的常见 我们如果是上面这几个动词 再说一遍 动词 我们普遍意义上的迁移 就是migré 就是普遍意义上的迁移 刚才的那个diplasis 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它分出来 有移入和移出 那么从一个地方移入 比如说别人到了咱们的国家 对于咱们来说是移入 叫做imigré 也就是对于对象国来说 它是imigré 那对于呢 它离开了某一个国家 这个动作呢 叫做imigré 对吧 这叫出来 一进一出 那从前来看 我们还有imigré 还有amigré 这两个词 长得非常像什么呢 长得像我们动词的 现在分词的形式 那所谓的现在分词的形式 就是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发生 所以呢 这两个词 它也分译成移名 但是它比较强调的是什么呀 正在发生的 正在途中的 正在移的那个感觉 好 那现在呢 就可以看另外一组 叫做imigré 还有emigré 那这个呢 是过去分词的形式 过去分词表什么呀 不表进行表完成 所以你可以说 它已经移完了 移到这儿了 现在在这儿已经定下来了 那我们再说呢 它是imigré 还是emigré 好 这一类的词就已经很多了 还有一个 migration 还有一个词叫做migratoire migratoire 少了个课 migratoire 好 这是形容词 表示移居的 或者迁移的 这是个形容词 好了 好 差不多了 然后再来刚才 你的移动的一些词 我先把之前你们说的梳理一下 你如果说呢 某一个人离开 他应该呢 expatrie 其实说全应该是sexpatrie sexpatrie 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般来说呢 也是一个代词是动词的用法 好 expatrie 这个词啊 我们再看一下 它中间其实有一个patrie 应该还挺熟的 马赛曲里面呢 有一句词叫做什么 notrepatrie 什么 allons 呃 什么来着 第一句话就是 the notrepatrie 小声音还发的挺颤的 sexpatrie 它是表示移出 好 小问题啊 那这个问题等于什么 sexpatrie 对 非常好 x patrie 是祖国的意思 sexpatrie 就等于 咱们刚才说到了 这么多词里面的哪一个 近似于 你看它是不是 中间有一个祖国 然后x是表示什么 表示出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它也等于 刚才咱们说的 这个非常好 叫做 emigré emigré 好 然后呢 再从 sexpatrie 这个动词 出来的 咱们才是 decien里面的 那个sexpatrie sexpatrie 表示形容字号名词 就是 离居国外的人 对吧 好 那个女孩呢 她是个瑞士人 她移到了法国 所以她自称 这也是一个 expatrie 评定有点问题 再写一点 expatrie ok 好 继续啊 咱们还能想到什么词 除了 就围绕这个大的话题 周边的词已经差不多了 amigré 还有呢 如果经常看 新闻的话 对于移民 我们就说 先说复杂的 那个移民 还有什么 比较 对比较沉重的词啊 非常好 非常好啊 其实你们想 想说的是这个 对吧 特别好 特别好 这是什么意思呀 叫难民 避难者 难民 好 Magic还说到 战争 好 也就是为什么有人会移民 对不对 是逃避战争的啊 躲避战争 好 再流放啊 exile 有一个 en exile 特别好 好 Delfine 说到这个词 是非常非常好 今天我们要重点讲的一个东西 叫做Clandestine Clandestine Clandestine呢 它表示的是 没有手续的那种移民啊 就是暗中的非法移民 叫Clandestine Clandestine 好 Cadastrophe 为了躲避 灾难 战争 自然战争 或者人为的灾难啊 人为的战争 自然灾难 好 Discrimination 很好 可能呢 在当地 还有这个 Discrimination 歧视的问题 好 所以咱们构成了 移民的原因 对吧 Leguze Leguze Diversifiere Leguze Diversifiere 这个词 Diversifiere Sorry 好 咱们今天会看到的一个 我写在上面了 各种各样的理由 Leguze Diversifiere Le Strasse Politique 还有关于政治的原因 或者是 特别好啊 是 这百姓说的 shommage 是 不可 chercher 不可 不可 sue 不可 études oubien entralay 为了找工作 或者是 为了 留学 之类的原因 好 Nationalité 关于国籍的 religio 少了一个i religio 宗教的原因 OK Holigio 非常好 好 那我们就开启 另外一个话题 顺着Delfina的 这个 Voyager 我们来说另外的 好 我们刚才已经为 这个migration 它的意思 这个 辨析了一下 它不仅仅 指移民 它其实就是 指人的移动 人的迁徙 人的迁移 所以 是一个 广泛意义上的词 那么 我们的 Voyager 这个旅行 这个词 完全可以 放到 Migration 这个话题中 去讨论 好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换一个 轻松一点的 把这些 稍微擦一擦 其实都是你们 说过的 我就不留了 好 我们从这儿 开始 Voy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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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有关于旅行的词 我们能想到什么呢 Voyager Voyager L'étranger il faut Visa il faut des papiers Passeport Passeport 我就 Passeport 是这个词 C6 注意一下 里面 E 好 然后你还要 找一个 Agence de voyage Agence de voyage Agence de voyage Agence Agence 非常好 Vagager 首先 在哪儿停留 叫做 séjourner séjourner 是这样 Ping Langue OK Agence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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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là, tourisme, touriste 好的,好的 一个是表示旅游业, tourisme touristique是形容词,旅游的, touriste 是名词,表示旅游客 voilà 好,那再来一个小问题 Pourquoi vous voyagez ? Pourquoi voyagez-vous ? 第二章出,我对这词中文都不是很熟 OK 我下去自己补充一下 J'ai-je dans ce second Kind 先把火木同学的这个拿上来 应该是没有问题 等一下 为什么要旅行 旅行 旅游 刚才有这个 鞭与的东西 旅行的线路 首要是泰一样的 特别好 首要是泰一样的 为在〣太正的 呼吸力量的 都很不错 然后这就是 这个口味戏比较快 嗯 为了一样的 非常大 嗯 为了一样的 也要是泰一样的 这种口味 再给你 有的 内容的 又是 对 感觉 这种口味 为什么 voilà pour connaître mieux la culture d'un pays enrichir mon experience 非常好 就是 pour voir pour découvrir d'autres choses pour découvrir 就可以直接用这个词 我们一般说旅行的时候 经常用这个 这个词很好 当地的风风俗 要知道的事 pour élargir le champ de vision 直接用 horizon 这个词 我觉得更好 一点 horizon élargir l'horizon ok 好 然后继续 pour voir le paysage pour admirer le paysage d'autres pays voilà pour découvrir notre univers 非常好 非常好 riche 这个词 好像还真的不是很常用吧 riche 我们没有这个 如果要说丰富的话 应该是 enrich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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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词在这儿 非常好 想到了这个词 好 然后 pour changer notre mode de vie 如果要说换一个生活方式 mode de vie 是没有问题 直接说 pour changer de 就可以了 changer de 直接加名词 就ok 都直接了 好 今天会不会跳 se mettre au ver se mettre au ver 这个词又是什么意思 se mettre au ver 帮我解释一下 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绿色环境中休息的意思吗 我如果理解没错的话 好 faire des amis nature faire des amis pare la nature se mettre à la nature 是吧 是这个意思 放在字眼之中 好 developer developer le niveau de vie 好 如果是要提高生活质量 我们不是发展 那个生活质量 应该是 什么呢 就是如果要提高这个niveau 跟niveau对等的 那个应该是 augmente 用这个词 amiliohe也不用niveau 应该说augmenter quelque chose augmenter le niveau de quelque chose 你如果要说提高语言 或者提高生活 直接说amiliohe la langue 或者amiliohe la vie 就可以了 ok 是这个样子 好 那在这儿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然后咱们再从这个词 刚才有同学讲到了 visa 还有basper 那如果你要去旅行的话 可能需要一些证件 需要一些东西 去帮助你构成这趟旅行 对吧 好 我们刚才说到旅行的词 旅行的原因 好 那旅行的证件 可以继续再补充一下吗 好 或者咱们再扩宽一点 咱们现在 比如说出国 也是一个migré 对不对 也是一个diplacé 那出国 可能是为了学习 可能是为了工作 可能是为了看望朋友 如果你一旦想要去到另外一个国家 需要什么样的证 除了visia和basper 好 这个叫做 les papiers 或者 les administratives 需要的证件 很好 老王 说 certificate de finance 非常好 财力 财力 财力的话 你可以说 这个 les fonds 就是财产 资金财产 Livre de famille Hook au bar 是吧 Garde de détente d'été 好 Livre de famille certificate de Vixination 疫苗 就是健康证明 是吧 这种疫苗证明 好 Garde de détente d'été Garde de séjour 非常好 Garde de séjour 这个就是长居证 OK 这么好的visa 旅行行程单 行程单 应该就是 un list de destination de lieu destiné 就直接这么翻译了 他应该 把意思把它清除就可以 旅行行程单 这个应该没有 什么特定的词 un list de lieu destiné touristique Garde de ville Garde de ville Certificate de travail 有工作证明 充电宝 充电宝 充电宝应该可以说 Charger Rechergeur 看看有没有这个词 Rechergeur 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这个 对没错 是这个 Rechergeur OK 好 Garante 非常好 Garante 保证金 或者保证的 这个人 担保人 我们讲过 Garante Garante Act de naissance 非常好 如果去法国留学的话 一定要用的 我们讲过 Les transcripts Transcripts Des études 好 Morning 这个想说什么 Les transcripts Des études 是Transcription吗 OK 再这个 再解释一下 Les notes OK 可以 Les notes 可以 Lact de naissance 说过 非常好 Les trois derniers relevé bancaire Telfin 一看就是 在法国 有经验的 他说的 这个都 就是每次 都特别特别 在表上 好 我们把这个 我直接粘过来了 Les trois derniers derniers relevé bancaire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relevé 叫做流水 最后有一个 那个accent relevé bancaire 最后三个月的 近期 最近三个月的 银行流水账单 好 这个是一般 你的这个 财力的证明保障 银行流水单 OK Réservé Nordel 嗯哼 一二三 你这个想说 想说什么 Gazier Jurétique Vierge 为什么 啊 OK 我明白了 明白了 嗯 无犯罪记录 我明白了 这个你如果去那个 好像英国 还是美国的时候 需要 法国好像 不是很需要这个东西 好 Une adestation débergement of France 很好 非常好 这要助防证明 这个我们今天也会说 Adestation débergement 好 每次先做一个 就是这个小练习 就是同学们可以互相借鉴 补充一下 否则那后面就是 我也不知道 你们对哪个词熟 哪个词不熟 否则就是 全都在后面了 负担太重 我们现在随便讨论一下 每次先做这么一个事 好 Actes OK 这个挺好的 123说的这个 无犯罪记录 我刚才看到 憋着这个词吓一跳 好 OK 好 所以呢 这个同学们 你看到这儿 我们讨论到这儿之后 你再看一下 本课的这个illustration 再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照片 或者它好像 还不是真正的 一张照片 你在这时候 看到这个东西 这张图 有可能会对今天 咱们主要谈论什么 或者可能谈论到什么 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了 好 你觉得这个词 它在说什么 赛赛还说的一个 little the motivation 非常好 这个我们今天也是一个 就本来源的重点 到后面还会给同学们 一个little the motivation的范本 并且也会让你们自己去写 好 那今天我们就在这儿 写中的写中 与与起松一出现这一场表情 本没放在这一場的模特 也许戏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来叙述一下 这张图里面 他在说什么 描述什么 以及你对这张图的感觉 随便说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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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非常多的人 很好 这些地方是 非常好 它是有关于 有景点的 这个词很棒 他有很多旅客 他有很多旅客 他有古代人 很好 就这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 就是 我们说到 这两个人 你看他是不是感觉 肯定不是照片照进去的 对吧 是一幅画 好像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虚拟和现实的结合 或者 怎么给他描述一下 Dwana Segün Dwana 港口海干 海关 Segün Dwana 那 Segün Dwana 可能是一个旅游景点 我觉得好像更像一个旅游景点 你看他有山 有亭子 什么的 还有这个旅游的什么 坚持的标志 Vaya La plupart Sont Viehye Ok 这个 La plupart Sont Viehye 你最好呢 还是用 阳性的符竖 叫Vieh 因为里面呢 男的女的都有 你不用受那个 La plupart的影响 La plupart 其实省略的是 La plupart Des gens 对不对 Des gens 跟那个 On Des gens 进行配合就可以了 好了 好 我们可以说 C'est un mélange 你们还记得 Mélange这个词吗 C'est un mélange De photos Et deux dessins C'est un mélange De photos Et deux dessins 对吧 它是照片和画面的 或者是说 绘画的 相结合的 这么一张图 Il s'agit Z'un site touristique 它有关于 就是一个旅游景点 Il y a tout le monde Il y a du monde 好 Discipline Discipline 是想说的是 那个 调文纪律 是吗 好像说 这个小标志 有秩序的 Discipline 是不是 Discipline 好嘞 OK Affichet Affichet 不错 Affichet 是广告 Affichet 直销词 就是小广告 在这 有小广告 Affichet 好 我们说这个 就是 很多人在一起 旅游 就是有一种 聚众的 很多很多人 在一起 这个 的旅行 或者旅游 旅游业 这个其实有一个 专门的词 我在刚刚提 倒过一嘴 好 首先 这个旅游业 对吧 或者是一个旅游的 这一项 叫做Dourisme Le Tourisme 如果是说 一大群人在一起的 巨重的感觉 叫做En masse 好 我写在右上角了 Le Tourisme en masse 这个还跟 那个组团的 就是那个 抱团的En groupe 那个还不一样 这个就指 指的是人多 这应该 这画面上的 这些人 它不一定 都是一个团的 只不过就是说 在一个旅游景 那充满了人 的这种 这个现象 Dourisme en masse 好了 好 所以呢 咱们这个 Dourisme 它究竟要说什么 我给同学们 理一下思路 我们首先呢 会那个 通过几个小短文 给同学们 具体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Migration 什么叫做Migration 它呢 其实意思是非常非常多的 或者刚才有同学说的 叫做Mobility Mobility 这个词很重要 叫做流动性 好 所以呢 里面不仅会涉及到移民 还会涉及到旅游 或者甚至在网上 你怎么移动 以及你如果要移动 移到 就是 那 不同的目的 有不同的 需要办的手续和程序 所以我们会讲到 Les formalités ou bien Les dimmerchants ou bien Les procédures 这些词后面都会出现 就是办手续的 一些流程 以及证件 好 所以这一刻 咱们其实还是挺清明的 它的移民的内容 不会占特别的多 好 所以呢 请同学们放心就好了 那涉及到移民的部分 我们会补充一定的背景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颗的单词呢 其实还比较的难 所以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 好 那 首先呢 还是Eklah Eklah 里面呢 我们今天有六个Dokémon 六个小的材料 没有听力 听力的话 我们留到那个Lavio Gokitian那里去做 好 首先第一个 小材料呢 它是一张图 然后文字也很简单 我就直接给它带着大家过了 那Agen呢 Agen sur toi Veut guider la France 那它说 Agen sur toi 这个续合的用法 大家一定很熟悉 那代表是比例的 那三分之一 就是三个人之中 就有一个人想离开法国 guider la France 好 这个图表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Selon Sondage Sondage 这个词非常的重要 法国人非常爱干 这样的事情 那同学们 你给我几个敬意词吧 Sondage 很好 其实主流的就是这两个词 一个是Sondage 一个叫做Enquête 注意阴阳性就行了 Faire une enquête 或者Faire un Sondage 那么这个两个词呢 如果一定要分它的具体区别的话 这个Sondage 它有一种名义调查的感觉 名义调查 所以它的那个规模 或者是科学性会更加强一点 所以叫做名义测验或者调查 那Enquête的话 就是你在路边 或者那个咱们微信上面 经常让 投票吧 这什么的小型的 都可以叫做Enquête Sondage Sondage Opinion Way Bourg Francetélévisions 那 这个Francetélévisions 就是法国电视台 他们组织的一个 这个 Opinion Way 这个 名义调查的名字 好 那 Tente 4 Bourgson Z 18 A Tenquête Con Ten S'installé Al'étranger 好 这里面首先有一个叫做 Conter Fair Gourg Shose Conter Fair Gourg Shose 意味着 想要做某事 计划 打算做某事 Conter Fair Gourg Shose 这个P不发音 好 S'installé Al'étranger 就是想在外国 国外定居 OK Don't Le S'en Cartisan Avenir 好 那在未来的 在将要到来的五至十年 这个Avenir 直接加在你的时间词后面就可以了 时间表示时间段的词 在即将来临的这个五年到十年之间 也就是比如说现在咱们是17年 那就是2020到2027年这几年之间 Avez-vous l'indention de vous installer à l'étranger 那你有没有想在国外生活的打算 那其实Conter它的一个敬意词马上就出来了 叫做Avez-vous l'indention de faire quelque chose Avez-vous l'indention de faire quelque chose 好 那看一下调查的结果 oui certainement 有8%的人都说我一定会出国的 我一定会离开法国 oui probablement 站到了26% 26% non probablement pas 45% 以及 有21% 有21%的Francais qui ne veulent pas quitter la France 那21%的人呢 都绝对是不会离开法国的 好 所以呢 它是把前两项做了一个相加 做了34%的样子 也就是1%的法国人都要出国 OK 好 然后我们也来做一个调查吧 Dans les 5 ans A 10 ans Avenir 或者咱们近一点 Dans les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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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但是在法国定下来了 不是说你简单的去留学 我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意象 好像还蛮均衡的 三和四站的比例还是蛮多的 就是好像不是很想去国外定居的样子 好 不错 我觉得如果就是换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想不想到法国去留个学 到国外去留个学 你们肯定的这个一和二就会多一点 但是如果是真正的定在那 这个好像就不太一定了 他说的是三斯大利 OK 咱们就这个就先到这儿 就了解一下法国人这个情况就可以了 你看他们好像也不是那么的 坚定着留在自己的国家 他们想一哪儿去 我当时在那个冰岛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的神奇 就是在冰岛认识的人 碰见的人没有几个是冰岛人 全都是从那个欧洲其他的国家移过去的 他们好像对冰岛特别特别的喜欢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就全都住在那儿 一住住十几年二十年 所以欧洲人他们也是 他们是喜欢自己的国家 但是可能会有更喜欢的地儿 他们就会移 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没那么难吧 OK 好 来看第二篇 这篇的有一个词还挺有意思的 我先交给你们看看谁愿意来读一下 好啊 总算可以上买了 PD是指离开 没有回不去的意思 还是根据语境 我这个是要根据语境的 比如说离开家 你说我明天要离开家了 你可能也不是说永远都不回来 这个还是根据语境 但是这个词可能还是会那个感觉 就是离开的时间会长一点 或者是去到的地方会远一点 但是不一定回不来 是感觉 好来那个 阿斯托 天文学家 举个搜搜 我们要不要 我们要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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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好,好,開始吧 OK,很好,從三天到你的聲音了 這個aspect 這個才都給我發音 好,現在才聽 他才聽 謝謝 好的 好,我們先把這個小文章再過一點 而最後呢,我想邀請同學們一起跟我來討論一下這個mobilité 它到底是怎麼來的,它什麼意思 而且它還起了一個叫做 Génération Mobilité Génération Mobilité 什麼的一代 外國人他們經常會用一個 就是一代人的一個 比較共性的特質去形容 比如說法國 美國經常說什麼失落的一代之類的 好,我們來看第一句 un nouveau concept 注意這裡面的發音 concept 這個還是要發的 但是下面的aspect是不發的 就是這個ect它比較變態 eept 這種都要注意一下 un nouveau concept un nouveau concept à vu le jour voir le jour 來,同學們翻譯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 好,一個新的概念 問世了 好,誕生了 都到了 問世可能好一點 出現了 對,就是這個詞 阿伯瑞特 或者ネット 都是這個意思 那其實呢 就是說這個 其實在我們的腦子裡面 因為這個 bonjour 我們天天說 就把這個入和 當作一天兩天的那個天 但其實呀 這個入和它的最基礎的意思 並不是天 它是什麼意思呢 有很多的 就是咱們學久了之後 有很多的這個小的細節 就好像就顧不上了 但我覺得這個還比較有意思 這個書和它並不是天 或者 對,白天還是不夠基礎 它其實這個詞 它是光的意思 它是從光來的 你如果去查這個的話 它的基礎的意思 無論是在中文的解釋 還是法法的解釋呢 它都是跟日光有關係的 好,所以呢 你是不是有一個東西問世了 也就是它見著光了呀 出生了 這種感覺 我們再回到我們最基礎的那個 Bonsoir 那Bonsoir為什麼是說白天好呀 因為有光呀 對不對 好,沒光了之後 叫Bonsoir 那具體是幾點之後 說Bonsoir 你就看有沒有光 就完了 我們也不說幾點了 好,這個是一個事兒 叫做voir le jour voir le jour 叫問世 OK celui de mobilité qui renvoie au don de la mobilité 就 en gardant les avantages de la sédentarité 那詞比較多 我們先把這個詞放著 也就是什麼 概念問世呢 這個思慮代表的是前面的那個conceptum conceptum 也就是morbité這個詞的概念 這個概念問世了 好,這個概念呢 renvo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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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詞我們在第一節課就講過 叫做referer 也就是指著 有關於什麼什麼 referer a au don de la mobilité tout en gardant les avantages de la sédentarité 好,這個 don 它跟動詞那個donner有關 就是給 我們叫做什麼 呃 捐贈的這個東西 贈物 贈物 啊 禮物 贈品 什麼的贈品呢 mobilité 就是移動性的這個贈品 就是把這個東西給你了啊 就是把mobilité給你了 但是啊 du dans gardant 這個du表示一個對立的強調 啊 那在與此同時呢 還保留著什麼呢 les avantages de la sédentarité sédentarité就是不動 sédentarité 禁止 就是經常宅在家的那個那個東西啊 那經常禁止 或者經常坐著 好,所以這個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在坐著的同時啊 在享受不動 禁止的這個好處的同時 還能夠享受到這個動 就是la mobilité 還能夠享有動著的這個贈物贈品 也就是兩者兼有 你知道魚和熊掌可以兼得 就這感覺 就這感覺 好,所以這個mobilité 它是哪來的呢 mobilité 你可以猜嗎 我給大家一個提示啊 就是它是有兩個字拼起來的 mobilité 喝起來 喝起來 好,對,前一個詞呢 它是mobilité mobilité 好,後一個詞 對,很好 從語音上來說 特別的像那個gize 對不對 但是這個好像 嗯,gize 其實它並不是gize 就是這個gize 它從語音上來說會誤導我們啊 它其實不是 對,現在我們就說到這個特別特別好 叫做 有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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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啥意思呢 對 大家老人聽懂了 叫分身 什麼意思呢 Avoir une capacité 一種能力 une capacité a faire quelque chose 就是 a être a plusieurs endroit on même temps 同時可以出現在好多地方的一種能力 好,我們呢把它翻譯成這個普遍存在性 ubiquité 叫普遍存在性 就無所不在 或者是說有分身術的意思 到處露面 到處都有你 好,我們在翻譯中有一個有關於這個詞的小俗語 叫做 je n'ai pas le don d'ubiqu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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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其實就很簡單 我不可能 對兼顧所有的事情 我不可能 在這兒幹這個 在那兒幹那個 我沒有這本領 好,所以這個 mo piquité 它是有關於這兩個詞來的 拼起來的 一個是移動性 一個是普遍存在性 猜得很好 ok 好,所以說 怎麼這個 堅固 又能移動 然後又能堅固 就是各個地方 所有的事情 這兒 GénérationMobilité 通過什麼來實現 我們繼續來看就好了 最重要的事 最重要的事 不在於你的地理位置了 叫 你在哪兒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什麼呢 更重要的是 L'Activity sur le réseau internet 就是你在網上 網絡上 做什麼事 這個反而是更加重要的事 好,那你的 Activity sur le réseau internet 這個東西 那它呢 能夠幹嘛 aboli les barrières physiques 什麼叫做 barrières physiques les barrières physiques physique在這兒應該怎麼理解呢 physique會讓你想到身體 但身體啊 這個physique 它的最基礎的意義 還不是身體 應該就是咱們 這個詞彙啊 現在就是有一個問題啊 就你看到一個詞 只有 腦子裡面只有一個意思 這個對於做 日読理解來說 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對 它的這個 最基礎的意義是物理的 沒錯 所以呢 應該是物理的那種 有形的 是吧 有形的障礙 這個叫做 barrières physiques 特別好 這樣就來了 然後呢 這個動詞也非常重要 就說abolir abolir 廢除 廢除 或者就是 什麼什麼變得不存在 去除 來我們也來幾個 那個定義詞吧 abolir les synonymes abolir 我們還能想到什麼 abandon 那是放棄的意思啊 大家好像 還不是把什麼什麼去掉 abedique這個詞 是有關於權利的 就是那個 你本來在一個位置上 然後把那個 比如說王位 讓出去了 這種感覺 annulé是可以的 supreme 是可以的 非常好 infirme 因為這個 好像也有點偏了 這是 就是 把這個 什麼東西 其實也可以 在這兒我覺得也行 它有這種法律效力的 削弱削減的感覺 hono se a hono se a 有點像 剛才那個 讓位的那個詞 好 abolir這個詞 是可以的 但是abolir呢 它有 就是都是跟法律上 直接有關的 這樣 所以我覺得 就是最那個 好用的一個詞 其實是supreme 其實這個詞 就是 它呢不限制於 究竟是哪一個領域 你如果說這個 abolir 它一定是廢除一項法律的感覺 其實這個 abolir 也是 有點偏 abolir les barrières abolir une loi 我們一般是這麼用的 好 enlever 是把什麼什麼 給它拔起來 你看這些詞的構詞法 你都能猜到什麼什麼 我覺得你拔出一個障礙 好像也可以 這個畫面挺生動的 我是沒有什麼意見 enlever 那你就知道這個 寫每一個詞的時候 要觀察的這個詞 到底是怎麼來的 你就能對他們的互相之間的 呃 區別做一個更深刻的理解 否則你看中文永遠都搞不懂 好 effacer effacer 有一點擦除的意思 effacer le barrières 這個畫面感 我覺得好像有點不太搭 eliminer 一般來說是消除敵人的感覺 好 大家就是 辨詞的時候 第一要看它的那個來源 第二要看它的那個 嗯 呃 經常是 詞組搭配是 是怎麼怎麼使用的 eliminate 這個拼寫 代表你自己注意一下 啊 eliminate deacine 也是零跟八七的意思 對吧 啊 unvalidate 這個我覺得差不多可以 unvalidate 可以 嗯 但是它你看它這個 unvalidate它中間有一個 有一個valid 它是有效 對吧 unvalidate就是使它無效 所以還是挺法律的一個操 啊 好我們就先說到這兒了啊 好 suprime 在這兒是最好記的一個 啊 當然aboli和在這兒也可以去寫 學它啊 ok et cg 好我們繼續啊 有這個 畫筆 et cg bar son aspect participatif 好 剛剛我們說到哪兒了呢 就是你的地理位置 已經不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在網上的這個activité 那這個activité呢可以就是廢除那個物理上的障礙 並且cg能夠誘惑咱們啊 通過什麼誘惑呢 這個通過啊 是bar son aspect participative 就是通過它那個人人都能參與的這麼一個方面去誘惑 啊 就是讓大家都都喜歡上網啊 中文也就這樣了 ok 吸引 好 有時候你就是 怎麼說呢 我覺得翻譯啊 這個最難的一點就是有時候會陷入到這個文本裡面 然後你就不會說人話了 所以我特別就是佩服佩服張旭老師啊 他們 就是他們經常會就是那個 呃 啊 說呢 這門課能夠教你說人話啊 我就覺得我特別需要去聽一聽 ok 好 這篇文章呢 大概是這樣啊 我們再挑幾個重點 再說一說mobilité 這個詞是mobilité 還有那個ubilité 啊 這兩個詞的組合啊 就是在哪兒都能夠移動的這麼一個意思啊 啊 你就算坐著 你也可以移到各處 那這個方法是什麼呢 通過le viso enterné 好 那這個你的位置啊 你看位置 人家就不僅說 不僅能夠說la position 還能夠說la position geographique 對吧 這個是可以學的啊 還有剛才咱們說到的這個物理上的壁壘 是不是特別好 很有畫面感 還有這個啊 剛才這個忘記說了 cédentarité cédentarité 它呢 也有一些隐身詞 比如說cédentaire cédentaire 好 這個詞呢 可以當形容詞 也可以當名詞 好 那比如說這個 經常 喜歡窄的啊 這麼一群人 你就可以說 cédent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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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就窝在家裡的 並坐著不動的這些人啊 就叫做cédentaire 好 呃 然後剛才我們還畫了幾個小短語啊 一個叫做voir le jour 是個見光的意思啊 還有一個是renvoyer 後話頁啊 後話頁啊 就是指著 指 指出什麼什麼東西 指示的那個指啊 完了 好 我們這篇也先看到這裡了 好這一個小短語啊 哦不是小短片 但是其實上是海報的一個小文字吧 好誰願意來讀一下 今天的文章都不長啊 看看誰還沒有發夠言 看看誰還沒有發夠言 哎呀天啊 真正話 好早安 是嗎 是的 好嗎 好嗎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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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話 沒有 是 是的 是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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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老王同学已经翻译了很多次了 好 现在同学要跟他抢哟 好 我们来看这些是一个海报 好 那首先呢 在这儿有一个名字 它说 那出自呢 这个Odyssey 奥德赛的这么一个选段 OK 好 这儿也是一样的啊 然后在这边呢 有一个filme du 什么什么 filme du 以及realiser 好 那在这儿呢 就是 大概呢 这儿是出品人 对吧 好像这儿是导演 好 一个小问题 导演还可以怎么说 导演 其实刚才都说漏嘴了 对的 有一个realisateur 好了 好 还有一个叫做 Méder en scène 特别好 Méder en scène Méder en scène 好 Cineast的这个有点广泛啊 他比较是电影家 特别好 Méder en directeur也可以 但在具体语境下Directeur也是可以的 Méder en scène 非常好 其实Méder en scène就是来自于 Delfine他写的这个Méder en scène 就把什么什么东西搬到这个萤幕上 好 所以他叫导演啊 realisateur也可以啊 在这儿有个accent OK 好 然后这下面是music de bala bala 可能是一个戏剧的选段啊 或者是一个纪录片 叫做Documentaire Documentaire en 2600 制片 制片我觉得能够融入在这个realisateur里面 制片人 就是我的印象中 或者你可以叫他producer producer的话就是producateur 对吧 为什么会讲到英语 producateur 这个词应该也可以 写在这儿吧 producateur 就是制作嘛 对吧 制片就从制作那个词想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正文 Le dernier caravan sera é Odyssee 这个词绝对在法语中存在啊 但至于是先法语还是先英语 这个地方呢就需要查证了 因为太多相似的词 但一般译上来说 你看那个电影行业的话 好像是美国那边先发达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从那个英语过来的啊 但是你可以再查证一下 Le dernier caravan sera é Odyssee est une série d'histoire de miettes de dessin de Barcelon de vie 好我们先看到这儿啊 它呢有几个声词的话呢 在这儿有个miettes 然后在这儿有一个perseller 好了 好我直接问同学们啊 我们之前有学过类似的敬意词的词 这两个词miettes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 是给面包卸的感觉 其实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那种东西 对吧 好perseller是什么呢 其实也差不多 对吧 好你们之前那个学过了一个什么东西 类似于它们这种一丁点的意思的 还有我们在这个dossi en里面呢 讲到的也叫做 1.2.3 numérique的那篇小短文 还说到的这个什么网上的not en vie commenter en photo 这些都叫什么 特别好 fragment 这是一个词 然后book 特别好 这是一个词不记不 好还有 非常好 tout c'est bribe tout c'est bribe 非常好 那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小词又多了啊 所有的这些词它其实都是表示一点点 一个小碎片呀 一小块呀 一小点呀 比如说 你看咱们的这个miettes de dessin 那就是各种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 那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 好 fragment 哦 没有没有课啊 你如果有课的话呢 那就是fragment了 没有课 不是没有课 fragment ok 呃 呃 backseller也是一样的 就是一小块的意思 呃 有个人把它可以分解成什么呢 这个是一系列的故事 又一系列的故事 又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 还有呢 呃 男人女人们的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 而构成的一部一个记录表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 后面呢 有一个人说的话啊 应该是他用书名号啊 印象号给客人过载了 叫做 ce que l'on a me refugé l'on d'estin mégrant et qui entre eux s'appelle l'enobelment les voyagères 好 这些奥迹饭们 他后面呢 有一个读位语 来描述 来补充 那这些人是什么呢 这些人是我们呢 称为 非法的移民 或者是移民 或者是移民的这些人 他们的这个命运和生活的点滴滴 的这个记录片 好 et qui entre eux et l'enobelment les voyagères 在他们中间 那他们呢 就是称 就有一个比较高尚的 比较那个 疼 呃 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 疼 就是 不会说中文了 对 对 叫成 他们会呢 来称的 称对方是 voyager 和一流 语行造成 什么呢 称呼比较 好 这是这个人的说的一句 叫 实际在这里面呢 我就有些想象的词 用了一半名 后续语语 语语 contest 叫 非法的移民 称 特别好 谢谢 西米 西外音乐 移民 美积名 也叫 voyager 特别好 然后 然后 所以呢 六 再 OK 而接下来呢 LESPECT 这个故意 语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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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语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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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那是哪吨层,或许是哪吨层,这个词在这儿,哪吨层。 我们也继续在他评论一下他们词有什么方译, 不许,何启那吨层,怎么应该读呢? 结合语境的话,哪吨层层有什么意思? 我想,我们在这儿话说我们和我们自己在这儿话的成果译诊, 我现在作词我们,我要把我们先前面讲完 但是在前面的他的词是on non don't, 但是ここ讲词是ひ最近一样的词那是 valores丶称的词, 就是确实确实词呢? 可是,他们是上学的词词, 他们都是来补译中国词, 回到一个词评词。 所以他说还是什么译译译译译的词, 再次扩展一下 再次修化一下 参名 日流 对 人们是被流 受 受 受 收留 如果从中翻译 的话 如果从中翻译 中文开始翻译 除以刷刷 在中翻译文字 叫做 它可是成了一个情形 想到这个储人 可能成为民族 但是他没有需要的某件 在英国也没有在 比如说 那个没有应该 比如说英国人 他想成为中美去 在法国 那英国人 但是可能会给他留在法国 成为法国专门的 可能会是 他们在那待一会儿 会给他们的一些所谛来 让他们去那些 然后植物 或者最生活的地点 能让他们活下来 一些呢 是一个常用 我没有办法去接受 我们又不能在他们 把他们在那儿借掉 所以他有办法叫做 接触他们的 当然是 一些人下一步 要干什么呢 可能就不理 不知道就到什么时候 会有人来减少了 为什么 可能会其实 停车到喊们的时候 有人来先接过 都没有 会 这些人 对 后面的一个叫做 沃尔利斯 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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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没有说完 桑桑桑桑桑 是在北架部的一个 说的地方 这个桑特 他说了 这不应该是个桑特的 桑特 这桑特 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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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的涅和海的 喝的涅和它才可以分成客户流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送来的黑顿形容 把它翻译成全文的大套 相当于居留中心的意思 说的好听一点 叫做安置中心 说的难听一点 其实就是安居留中心 据说 这有些人过的日子 跟在监狱里面过的日子 是差不多了 刚才开始监狱 这个地方 就是福多国的 这个sanget这地方呢 刚刚开始还好 因为人不得多 就是两倍好人的样子 但是 这个时间 人会到了 大概是2000人左右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已经 生活的状况 就已经非常的糟糕了 因为我们会涉及到 很多的问题 会有很多的dansion 人多了之后 就会 hoboge dansion 出现到一些 就是这个 生活的质量 非常好 这个词 一般呢 我们可以用 就是这个 地面 非常脆弱 非常脆弱 非常的脆弱 非常的不穩定 以及其实层时没有注意到的 咱们说话 一讲解说的 所谓的生活 和生活的生活 和生活的生活 在这间这样的人 和生活的生活 和生活的生活 我以为 所谓的生活 所谓的生活 就是 所谓的生活 和生活 所谓的生活 我以为 所谓的生活 跟这个当地的人口呢 就是没有办法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对于这个我们补充一个 就是把它补充权的话 应该是 叫居留所 然后呢除了有法国 还有 澳大利亚的这个地方 还有 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地方 都有这些人的存在 好那整个的这个介绍 我们就说完了 最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标题上来 就叫 我看一下标类的问题啊 为什么名词前没有冠词呢 我看一下啊 这些人的物贵 toine et de femme que webrochou et barracet de vision mais de fin de la vie de mesdames 这个地方还是需要揣摩一下 在法语中我觉得其实最难的 就是你学到最后跟英语一模一样 最难的其实不在于什么 连词 截词 动词 其实最难的在于贯词 尤其是在法语中这种东西 就是有些东西真的讲不出来为什么 我们最开始学法语的时候 还给你可以总结 说表职业 身份国籍 做表语什么什么关系 到后面你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没有办法总结 一般蓝星天空它不会出什么变态了 我们就我也解释不出来 就先这样 然后你们可以各书记件来揣摩一下这个地方 我觉得不好说 我先把这个讲完 叫Gara von Seray Gara von Seray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这年里Vide 我觉得反正说到的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就是V后面都是灵贯词是吧 可以 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挺靠谱 可以这样插 OK Merci beaucoup 好 我们就后来说一说这个 Gara von Seray 哎呀天哪 这个词啥意思 Gara von Seray 这个词啥意思 如果查字典的话 查来查去你会发现一个非常 我不知道你们查出来的东西跟我们跟我查出来一不一样啊 就是中文它会这样给你写叫做东方国家沙漠旅行客店 你会查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OK 那其实呢我们后面的书上有一道题啊 这个 OK 在这儿 在这儿 叫Gara von Seray 就是这词啥意思 这Delphine已经给大家了啊 它有三个选项 一个是Navirantien 一条古老的船 一个Mesomobile 一个会动的房子 还有Rollé de Garavane 这个是啥呢 Rollé 是一条一个驿站啊 就是那个 有种接力的感觉啊 就是那个人 接着人的是这样一种 所以我一般来说都把它当作接力啊 或者就是轮班的这种感觉 Gara von Seray 确实是跟旅行有关啊 就是在比如说在沙漠里面啊 的那种旅行挂车啊 就是一队的人啊 然后他呢这个还要带着各种各样的旅行的装备 叫做挂车啊 这种东西 叫大棚车啊 旅行车啊 都是这个 所以这个Gara von Seray 他其实说的是这个啊 就是成群结队的这么一些人啊 就可以了 房车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OK 那其实呢 我觉得这个法法的解释啊 我们要多看两遍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他的 我们来听一下啊 先听一下 嗯 他的这个场景 就像我们上次说 那个Fall Home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 它是古罗马的那个广场中心 对吧 所有的那个重要的活动都在那儿啊 Gara von Seray 它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叫做 C'est d'une vaste cour 首先也是一个特别敞亮的院 D'une vaste cour Entouré de bâtiments Entouré de bâtiments 被各种各样的建筑 围绕着中间的那个小空院 Entouré de bâtiments Où les caravanes Faisent Alt 这个词挺好的 我在这儿给他们补充一下 叫做 Faire Alte 我觉得就是像 对这些词来说 我们还是有一个 呃 画面感啊 就是对它理解会更深刻一点 好 再来一遍啊 Cara von Seray ça veut dire Une vaste cour Qui est entouré De bâtiments Où les caravanes Faisent Alt Les auberges Et les hôtelleries QI En Dépend Tara 这些词 Oberges Les auberges Et L'hôtellerie Hôtellerie 这些词来说 这些词来说 On Dépend On Dépend 那On出来了跟多有关 叫做Dépend 和多个小子对吧 好 把这几词说一说 首先Faire Alte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歇脚 相当于 Sarray 停下来 这些在山沫中旅行的人 长途旅行的人 在呢 一个四周都是 房子的一个小院里面 歇脚 然后四周的这些房子 都是什么呢 都是一些auberges 小旅店或者是酒店 这个行业 Hôtellerie 我觉得同样还需要知道 就是这个Hôteller 它在 就是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 它并不是旅店的意思 它其实就是房子的意思 所以你如果去巴黎生活 或者学习 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Hôtellerie 它都是原来那些古老的房子 它并就是跟酒店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那那些什么 比如说Hôtellerie 我原来上学的时候经常经过的一个地方 它其实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博物馆 但是保留的是十七十七左右的那个房子的样子 那时候的房子都叫做Hôteller 好 所以经常就是 然后呢 这个场景 我们说完了 然后这个场景 还有一个特质 叫做Lie c'est un lieu fréquenté par des étrangers de diverses provenances 听一下这句话 C'est aussi un lieu fréquenté par des étrangers de diverses provenances 这个KaraonCirai 它的另外一个特质 就是 它是一个 首先是一个场地 然后呢 它是 fréquenté par fréquenté 是啥意思 我们经常说 fréquent 或者fréquemment 那fréquenté 是啥意思呢 对 非常好 就是很多人 经常 它其实就是 还是一个频率的 对吧 所以你要把经常 带上啊 叫做经常拜访 经常光顾 这样就对了 C'est un lieu fréquenté par des étrangers 经常被一些外国人 拜访 然后这些外国人 呢还是来自 叫diversant provenance provenance 这个词 比如说你坐火车 它有一个 provenance 还有一个destination 对吧 provenance 来源 也就是出发地 destination 叫做目的地 OK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特质 最后一句话 C'est un endroit bebler et agité C'est un endroit bebler et agité 好 这些旅店呢 经常 被外国人光顾 所以呢 它是一个 有很多人 在并且呢 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 agité 就是喧哗呀 躁动啊 这些 这个样子啊 好 所以整个的 Garabansiha 它的这个画面感 应该就出来了 很热闹啊 然后旁边都是旅店 中间呢 有一个固狠 共同 共大家这个 fer alte 就是休息的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啊 然后 之前的这个 描述性的东西比较多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加速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两首歌啊 有什么问题 在评论区 记事问就好了 字幕志愿者 二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Qui voit ça n'a plus peur du lendemain Qui voit le frondeur, autrefois le bonheur J'aimerais tant que tu me comprennes Je ne serai jamais ta parisienne J'aimerais tant que tu comprennes Qu'ici ma place n'est pas la mienne Mais sur les rives de la Seine Je rêve toujours de pleine mer Ce n'est pas pour te faire de la peine Ce n'est pas pour jeter la pierre Ce n'est pas pour faire de Seine Ce n'est pas pour croiser le fer Mais sur les rives de la Seine Je suis au bout de la terre Qui voit Wesson, voit son sang Qui voit Molène, oublie sa peine Qui voit Saint, n'a plus peur du lendemain Qui voit le frondeur, autrefois le bonheur J'aimerais tant que tu me comprennes Je ne serai jamais ta parisienne J'aimerais tant que tu comprennes Qu'ici ma place n'est pas la mienne J'aimerais tant que tu comprennes Je ne serai jamais ta parisienne J'aimerais tant que tu comprennes Qu'ici ma place n'est pas la mienne Elle me dit Écris une chanson contente Pas une chanson déprimante Une chanson que tout le monde aime Elle me dit Tu deviendras milliardaire Tu auras de quoi être fière Ne finis pas comme ton père Elle me dit Le temps ferme pas dans sa chambre Vas-y, se conçoit et tant Dis-moi, c'est quoi ton problème ? Elle me dit Qu'est-ce que t'as, t'as l'air coincé T'es défoncé ou c'est gay Tu finiras comme ton frère Elle me dit Elle me dit C'est sa vie Fais-ce que tu veux, tant pis Ah non, tu comprends Un jour tu t'en bourses Elle me dit Tu fais n'importe quoi On dirait que t'aimes ça Pourquoi tu gâches ta vie ? 为什么你会让我 掉落ista? 就在尸里了 她就在尸里了 为什么你会让我 掉落 Assino? 为什么你会让我 掉落� 为什么你会让我 掉落实 在尸里了 都在尸里了 好像同志们 把拖子摆进一桿 让你变得很有得的 她就在尸里了 她就在尸里面说 什么你要的在尸里 无法立刻在脸上 看天气多热 你会让你失敞 她就在尸里了 为什么你总是尸里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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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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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说啥呢 他想说啥呢 差不多已经到点上了 请证的复杂性 太多的抑郁能提供一约 太多的抑郁能提供一约 步骤 还有吗 如果你要说 他真的主观上需要什么什么 如果说客观上 我觉得用一个否则就可以了 你需要更多的抑郁能提供一约 对吧 你的选择的抑郁能提供一约 一个小瓶是吧 Lexamine 是这个意思啊 我觉得是 所以这个Lexamine 如果你要说的话是Lexamine 但是Examine 好像又不是特别的 Propassé La Controle 我觉得可以啊 因为Examine 这个词 应该是没有吧 现在Examine这个词 我觉得好像快快的 就说La Controle 或者LaDémarche LaProcédure 都可以 Il existe DesProcédures Compliquées En France 嗯 这些词 就是 你们都说到 LeCompliquée Complexité Procédure Démarche 非常好 En France 嗯 还有什么要想补充吗 LeCompliquée Nio 巨发 Yajer 嗯 旅行的不便利 好像就只在于 这个 这个 嗯 繁琐的 程序了 是吧 嗯 OK 哦 刚才你们都说到的 叫Démarche Posédure 还有一个东西 我在开篇的时候 提了一下 叫做Fermalité Fermalité LeFermalité 这也是手续的意思啊 如果呢 硬要说这几个词的区别啊 就是嗯 你看 再看一下这几个词 Démarche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Posédure Posédure 就是你还是看一看 这几个词怎么来的 这个Fermalité 会让你想到什么呢 会让人想到这个Formule 就是 把它那个都放在一块去啊 感受一下 Formule它本来就是有一种格式 或者是说那种模板呀 套路呀 那个 方程啊 这些都是Formule的意思 所以它很 就是本来就是一种 非常格式化 城市化 或者就是公式化的东西 就叫做Fermalité Fermalité呢 它一般指的就是 一定是那种 有关于 就是法律上的一些东西 就是它一定是有关于 La loi La règle 然后 有关于这个 Jurie Gamistrative 就是各种 什么司法 立法 然后法律 规则 这样一些 所有的这种 需要做的程序 这个叫做Fermalité 好 而Demarche 还有这个Posédure 你都可以看出来 这个上面跟Marché有关 这个下面呢 可能跟这个Posédé有关 Posédé 这两个词是啥意思呢 就是Marché是为了让谁 什么什么事进行下去 对吧 其实这个Posédé 它也是让某事发展前进 进行下去 所以呢 它俩就是在于 你为了达成某事 而需要做的那些步骤 需要做的那些事情 所以它俩我觉得是 敬一词 比较相近 所以可以翻译成什么步骤 举措呀 就是为了达成一件事 而要做的那些步骤的事 这个叫做Demarche 还有Posédure 这两个词相比呢 这个Posédure 它更加的那个官方一点 它更加的那个Jéritique 就是有关于靠近法律一点 那Demarche可能就没那么 就是不一定了 它就是为了 比如说你为了注册一个 去乐部还是什么的 你都可以说一个Demarche 就没那么 没那么就是靠近La loi的感觉 好 还有一个一种就是说法呢 就是这个Posédure ça veut dire Une série de formalités ça veut dire Une série de formalités 所以呢 这个Posédure 一般来说是 是各种各样的formalités 组成的一个就是程序 就是程序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手续要办 就是可能还会有一种 一大一小的感觉 但如果是 就是咱们在用的时候 没必要考究的这么细 那如果你一定要 那个区别一下子的话 可以从它后面这些东西来感受一下 这样就够了 OK 好 刚才我们要说的那个 你们都说的差不多了 就是 la complexité 那个globed放在前面了 然后这个nomad的那个 哦也不见了 它其实是一个英语 而且这个globed的 它也没配合 好 来这个 谁来读一读呢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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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